我们现在转型的理念是一个lifestyle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那这个包含了就是整个的健康 饮食 身心灵的一个完整的全方位照顾 活力十足的王立新是嘉兴水泥集团的第三代 他和表哥现任董事长张刚伦 二十多年前就到大陆正江建厂 表兄妹从零开始打拼起 我们是抽长江水沉淀四次 就拿来用 所以本身那个水就是有长江的味道 有点淡黄 就白衣服洗完变成黄衣服 but it's ok 可是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 咦 怎么突然下没有水了 就这样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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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泥浆就这样过来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最后是用矿泉水冲掉了 后来发现是 因为我们这个水质在当地也算很好 所以他们农民就会在我们的主管里面去着洞 就把水全部抽掉 所以最后是那个泥浆水进来 对 所以后来也学来过来 只要听到咕嚕咕嚕咕嚕就散边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子过去 有洁癖的王立新笑说当时忙到没有时间抱怨 连对食物的挑剔也放下了 我跟董事长当肯德基第一家在正江开的时候 我们两个很兴奋很兴奋很兴奋 然后那个营业员就讲 50个 50对 100个 我说对 然后他就消失了 我说完蛋了 这是什么意思 冷冻的可以吗 冷冻的也可以 然后那个电竞星就说 谢谢你我这一个月的额度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很珍惜 每天拿两支出来 退兵 然后配着菜吃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以前谁会想吃葛德基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可能就绝对不会是在我们的 Top Choice之中 对对 王立新回想起 有一年厂房几乎要被长江大水淹没 当时担任总经理的父亲王建国 曾在电话中对母亲说 厂在人在坚持不逃离 这种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如今也成了王立新为嘉兴力拼转型的坚强意志 2013年他正式接班 几经评估决定跨入旅宿业 敌尖饭店选定在日本冲绳 那我觉得嘉兴的优点是 第一 我不是喉跳业 所以我没有包袱 我可以想象所有的可能性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再来我的开始的点不在台湾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国际化 我就必须要面对国际化我怎么做 我怎么去做团队 从硬邦邦的水泥业到有温度的服务业 王立新形容这是从house到home 为了让员工改变心态 他成立了坐月子中心和餐厅来练兵 他的方法是 先挑自愿转职的种子部队 再慢慢把理念散布给其他同仁 最后原有的这些员工 是我们新事业最强的代言人 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发短信 说副总副总 隔壁开了一家什么餐厅 今天有这个菜也不错 我们要不要考虑 竞争者又多了谁 所以变成刺探敌情 对对对 而且他们主动的 那从自发性的 我觉得他们彻底的改变 餐厅有员工帮忙把关 王立新对自家菜色更有信心 坐月子中心则是拥有三个儿子的他 发挥妈妈精的领域 在整个怀孕生孩子 坐月子里面 其实是可以很愤 对对对对 不是很痛苦的 you know 那个旅行 然后步入到人生另外一个旅程 就我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我让你有个地方可以发现 可以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那你是不是多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对对对 可以帮我们想一想 在这里面 它是用红外线的原理做排毒 它会做肌肉的守护 那对于不运动的人 其实他如果来这边的话 你还是可以做很深层的排汗 那排汗就排毒嘛 所以那这个也是 safe for 个年龄层 健身房 除了坐月子中心的客户可以使用 也提供员工运动 实践加薪的健康理念 那时候董事长跟我讲的好 那我们走服务也不只是服务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对 今天我们要怎么生活的健康 身心灵是完整的 今天在这么繁杂的社会 在这么忙碌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态度 如果说可以传播出去 那或许很多人可以受惠 所以在我们的product里面 我觉得都会埋入我们这个生活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